交朋友,不一定要有钱有势,但一定要有情有义,出感情,不一定要赴汤倒火,但一定要实实在在,与人相处,不是你对人好,人就知恩图报,可能当面微笑,背后却会捅刀,何人往来,不是你对人成,人就真心实意,可能嘴巴吹捧,心里把你贬低,有些人,占起你便宜,算起你好处, 需要的时候,不容易拒绝,翻脸的时候,会抹杀所有,这类人在留恋也别交,有些人,风光无视你,倒没想到你,你对他而言,不过是替补,他给你的情,不过是怜惜,这种人再喜欢也别处,我们忍忍,包容,退步,多半是因为在乎,我们受伤,难过,委屈,多半也是因为在乎, 太在乎一个人,反而会伤了自己,不值得你付出,千万被一再妥协,对你不好的人,别计较,越是计较越心寒,把你欺贴的人,别降就,越是降就越委屈,对的人,你再去珍惜,错的人,不要放心理,不要对谁都掏心掏背,不要对谁都心软善良, 教值得的朋友,是一段佳话,教虚伪的损友,是一段死路,好好珍惜身边对你好的人,因为他们不是对谁都那么好,更多情感,哲理美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订阅本频道